各位亲爱的派友们,大家晚上好。 在数字货币的世界里,每一项技术的进步和每一次社区的更新都可能引发市场的波动和用户的关注。 博士网络作为新兴的去中心化平台,近期的一系列变动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本期的视频将深入探讨博士网络的最新动态,包括算力增长、主网启动以及社区功能更新,帮助派友们全面了解这一平台的最新发展。 算力增长的背后,8月份博士网络的基础算力为0.004848个每小时,而到了9月份这一数字上涨了16.56%,达到了0.0056938个每小时。 这一措施确保了网络的公平性和透明度,也激励了更多的用户选择200%链上锁仓,以获取更稳定和公正的回报。 主网启动与区中心化 博士网络的第三阶段,主网启动,是该平台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当社区认为软件已经准备好投入生产,并且已在测试网上进行了全面测试时,博士网络的官方主网将启动。 这一阶段的一个重要细节是,只有经过验证属于真实个人的账户才会被认可。 这意味着虚假用户或者重复用户的余额将被丢弃,确保网络的真实性和安全性。 电话号码变更功能的重要性 自2021年11月以来,博士网络社区一直在急切地等待电话号码更改功能的实施。 这一功能对于许多失去电话号码的用户来说至关重要,因为它允许他们更新联系信息,确保账户的无中断访问和安全性。 电话号码通常用于身份验证和账户恢复,因此这一功能的引入在保障账户安全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博士对卢边论坛进行了一次重大的改动,目的是创造出一个更公平、更包容的Web3社交网络。 这一更新加强了发布者在保持讨论质量方面的作用,并改善了用户先锋的体验,为所有社区成员创造出一个更健康和良好的交互环境。 这一举措不仅提升了用户体验,也增强了社区的凝聚力和活跃度。 在数字时代,社区的繁荣不仅仅依赖于内容的质量,更在于参与者的活跃度和社区的整体健康。 博士作为社区管理的重要角色,最近推出了一系列更新,旨在提升社区的活跃度、安全性和用户体验。 这些改动不仅仅是技术上的进步,更是社区发展的重要战略步骤。 通过对博士网络的最新动态进行深入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算力的增长、主网的启动,还是社区功能的更新,都体现了博士网络对公平性、安全性和用户体验的高度重视。 这些变革不仅推动了平台的技术发展,也为用户提供了更加稳定和安全的投资环境。 随着博士网络的不断发展和完善,我们有理由相信,它将在区中心化世界的舞台上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好,今晚的视频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聆听,让我们大家一起学习,一起成长,一起为派富能。 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